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盛況空前 廢掉現聯合國 斷了普京兩道 綜合報導 烏克蘭和平峰會實際成效有限 俄國在一夜之間就回到了1990年代蘇聯末期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6月17日 星期一 感謝觀眾朋友的支持和耐心等待 請大家多多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盛況空前 廢掉現聯合國 斷了普京兩道 阿波羅網記者孫瑞厚報導 為期兩天的烏克蘭和平峰會 星期天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度假聖地落下帷幕 共有80個與會國家在會議結束後發表的公報上簽字 力挺烏克蘭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德國之聲報導 中共為了幫助普京 不僅自己不參加 而且影響其他南方國家不參加 很難得可貴的是沙特阿拉伯 肯尼亞 加納 阿根廷 南非 巴西 印尼 新加坡 泰國 菲律賓都派代表參加了峰會 網友John Zhang說 他們分得清是非善惡 美國之音報導 俄羅斯沒有受到邀請出席會議 因此一再放話說 這場會議徒勞無功 浪費時間 而受到邀請的中共政府 則以其參與會議的先決條件沒有得到滿足而拒絕與會 中俄缺席與全球90多個國家與會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此次峰會的前夕放話說 只要烏克蘭同意將四個州的領土割讓給俄羅斯 俄軍便可立即停戰 普京的要求立即遭到基輔及其西方盟友的言辭拒絕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蘭恩表示 此次峰會正確地使用了和平之路的名稱 因為這樣的一個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 昆仑在X平臺留言說 我的觀點幾乎是唯一和所有人相反 同時也是讓所有人陷入絕望的觀點 美國間接承認武器援助戰爭模式失敗 瑞士和平會議的召開 是拜登政府確認單純依靠武器援助贏得戰爭模式的失敗 拜登政府已經和烏克蘭達成了10年安全協議 這已經暗示著俄烏戰爭最少還會持續3年左右 昆仑說 歐洲藉助瑞士和平會議 成功地將屬於歐洲的安全房屋議題推向全球 從而讓自己擺脫了主體責任 讓全世界為俄烏戰爭的現狀和未來擔責 昆仑還表示 如果不把戰爭推向俄羅斯境內 不對俄羅斯重要目標進行打擊 普京身邊的高層利益不被破壞 普京的地位不被挑戰 俄羅斯就永遠不會輸 因為俄羅斯的普通人和中國的普通人一樣 就是炮灰 可以被普京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戰場 不過 飛天大學副教授 自媒體人張天亮說 我倒沒那麼悲觀 在現代社會 金融和高科技之戰能夠起到古代戰爭中斷兩道的作用 X平臺網民伊瓦喬2022認為 這次會議是未來的亞爾塔會議的序幕 在這次會議上 未來全球格局的框架正在成形 聯合國越來越邊緣化 有望下次沙特主持的會議上 成立架空聯合國的新組織 歷史證明 無論俄羅斯 還是波斯 奧匈帝國 蒙古帝國等 類似的強權固若金湯的國家 都是淬斷在一瞬間的 也無一不是戰事的不利引致的 烏克蘭和平峰會實際成效有限 烏克蘭和平國際峰會星期天落幕 美國之音報導 多達92個國家 八個國際組織 其中包括57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了本次峰會 多於瑞士上星期公布的確認與會數量 此外還有來自印度 南非 沙特阿拉伯等所謂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 先前曾表示 不會參會的巴西也派出了觀察員 會議的代表性遠遠超出了西方國家及其盟國的範圍 多達10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共商如何結束以長達兩年多的烏克蘭戰爭 峰會結束時 發表的公報呼籲以烏克蘭的領土完整為結束戰爭的基礎 並重申了對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所有國家 在國際公認邊界內的主權 獨立和領土完整原則的承諾 並強調 我們致力於維護國際法 包括聯合國憲章 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庫萊巴星期日對記者說 公報是平衡的 峰會考慮了烏克蘭的立場 並且沒有討論其他和平計畫 雖然公報所表達的立場至關重要 但奧斯路和平研究所研究教授帕維爾.巴耶夫說 更可喜的是這次全球100個國家和組織為了烏克蘭和平走到了一起 全家扶照可能更重要 公報並沒有直接譴責 甚至提及俄羅斯入侵 也沒有要求俄羅斯撤軍 或呼籲加強對烏克蘭援助 公報以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的持續戰爭來形容這場戰爭 夏威夷太平洋論壇的非常著研究員文英說 不僅是中國和俄羅斯 還有烏克蘭最堅定的盟友美國總統拜登的明顯缺席 使這次峰會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實現其目標 俄國在一夜之間就回到了1990年代蘇聯末期 在俄烏戰爭進行了兩年半 烏克蘭得到了美國和西方最近的援助 在戰場上逐漸扭轉被動局勢的情況下 美國日前突然宣布 美國財政部將對俄羅斯的金融基礎設施實施全面制裁 作者老於時評撰文說 這次制裁是用於通常交換貨幣 股票和貴金屬的所有市場 美國財政部直接禁止了莫斯科證券交易所 在外幣 貴金屬 股票 貨幣和期貨市場上以美元或歐元進行交易 老於時評表示 也就是說 俄國人將無法使用美元和歐元進行交易了 這意味著俄國在一夜之間就回到了1990年代蘇聯末期 美國的這次制裁不僅會對俄國的資本和大宗交易市場造成巨大影響 還極有可能會對俄國的設備供應 製造 教育和科研等領域形成重大打擊 畢竟所有這些項目都要依賴於外匯 美國這次還專門針對一些幫助俄羅斯的外國銀行動手了 美國已經準備把世界上所有和已經受到制裁的俄羅斯金融機構有業務往來的銀行列入黑名單 美國這麼做 主要是為了堵住之前對俄國制裁的漏洞 因為有一些國家規模較小的銀行 在過去一直幫助俄羅斯提供資金 而這些資金都間接或直接地用於了烏克蘭戰爭中 老於視頻表示 俄烏戰爭是一場神奇的戰爭 這場戰爭爆發的時候 全世界都低估了普京的野心和瘋狂 但現在看 普京顯然也低估了西方團結起來的威力 美國總統拜登在動身前往意大利參加J7峰會前 美國政府宣布了新的一籃子金融制裁措施 旨在切斷中俄之間快速增長的技術聯繫 《大紀元時報》時事評論人士唐靖遠表示 美國的制裁 其實質是針對中共 其二級制裁的主要目標就是指向中共的相關金融機構 還有一個重要背景是此前美國和英國的國防部都表示 中共正在或者是計畫向俄羅斯直接輸送殺傷性武器 其即將出現在俄烏戰場上 臺灣整體經濟學家吳嘉隆表示 美國制裁俄國其實也是在為制裁後面的中共鋪路 吳嘉隆認為 由於中俄兩國複雜的政治及經貿關係 美國的制裁可能會導致中俄兩國未來產生摩擦 而且摩擦也許會越來越大 甚至互相捅刀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